來看一下簡單的題目 他說有幼圖所示 大石頭150 重心離60 兩個距離平均1.8公尺 要多大的力量才把石頭舉起來 好 剛好舉起來的意思就是 合力舉次領 事實中等於 歷史中 勢力必乘以 勢力等於 抗力必乘以 抗力叫剛好 恰恰好可以把它舉起來 剛好可以舉起來 那 就是力圖嗎 我要把力圖 我要跟老師說嘛 力的問題 問題三件事 一 誰受力 二 受哪 先例 三 才有多少 受哪 先例就把它力圖給畫出來 當然知道受力的情況 OK 好 這邊我只需要 目前只需要考慮到力舉 等一下考慮到所謂的靜力平衡 要有合力等於0 跟合力舉等於0 目前暫時沒有 就是力舉要一樣 另外 視訊中力舉等於逆時中力舉 視力比乘以 視力等於跳力比乘以抗力 所以呢 誰叫做視訊中 哪個叫做視訊中 150 誰叫做視訊中 那個F 對不對 F 然後呢 就 視力比乘以視力 視訊中 60乘以150 等於逆時中 180乘以 F 不知道 然後後面就數學了 所以50公斤重 可以答案C OK 很簡單的小問題 很簡單的小問題 可以嗎 可以嗎 簡簡單的運用幹檔原理 視力比乘以視力等於抗力比乘以抗力 視訊中力舉等於定時中力舉 我說過我個人偏好視訊中力舉等於定時中力舉 不過你們通常都是被 視力比乘以視力等於抗力比乘以抗力 多少呢 那這裡的重點就是利弊是多少 那這邊寫了一個三數公分 又寫了四數公分 那到底是利弊是三數公分 還是利弊是四數公分 因子那個就是抗力 然後當然就是到底它五公分 所以抗力比就是多少 五公分 那視力比多少呢 視力比是三數還是四數 看到F怎麼視力的 看那個十個分怎麼視力的 看那個十個分怎麼視力的 然後你就知道利弊要多少 然後就是視力比乘以視力的 抗力比乘以 換你 很會 OK 請問你 這樣子是無話吹咧 這樣子是有多少咧 應該要換到可愛小女生的是嗎 可愛小女生無話 有 二號 直接 八十喔 你說八十 請說 你答案叫做 八十 剛好原理四十鐘等於逆十鐘 好 圖上面顯示 十牛頓是逆十鐘 丁子的抗力是順十鐘 然後呢 重點是 利弊要乘以利 利弊要跟利互相垂直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那個十牛頓跟它垂直是四十公分 所以利弊是四十公分 利弊是四十公分 然後就開始做吧 好 順時鐘等於逆時鐘 然後 施力比乘以施力等於抗力比乘以抗力 隨便你 很想做啊 OK 所以答案就八十 單位沒有問題 就是牛頓 有人在單位上會出問題 前面給公斤重 會不會問牛頓 或者前面給牛頓 後面要換成 公斤重 你就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一公斤重是九點八牛頓 這樣子做就可以了 這樣就是我們簡單的練習 我們的 幹桿原理 順時鐘利局等於利時鐘利局 施力比乘以施力等於抗力比乘以抗力 OK嗎 OK